接下来为大家做分享汇报的是 来自河北省邢台市 乔东区地方税务局分局的杨明伟局长 杨明伟局长为大家带来的汇报题目是 弟子规帮助国家税收 也让我们掌声有请 两天以来啊 我沉浸在一种感动之中 激动之中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论坛 在这个讲台上我也是第一次坐到这个讲台上 但是我了解这个论坛 可是看光碟的时候 没有现场这么感动 我在这种感动 在这种激动中 耳边老是回响的第一天 大会老师讲的 震聋发聩 发人申请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种子 这两天我听了这些老师的这些个汇报 给我很大 启发也给我很多很多的思考 那么走上这个讲台来 原来不应该是我 原来是咱们山西大同的张锐局长 他也是我们地税的 现在我们学习 学习传统文化 工人在学 农民在学 企业家在学 党员干部 我们机关的国家机关的公务员 也在学 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呢 就是把我学习的 把我们学习的 把党员干部学习的这些一个情况 报告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我来自河北省邢台市 桥东区地税局 我们这个 我在一个分局 做负责一个分局的工作 在接触我们传统文化 已经很早了 但是光知道那是一种 知道有弟子规 知道有三字经 知道有四书五经十三经 也喜欢读这些东西 可是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知识 这一两年来 受我们这个论坛的影响 我就真去例行它 我的感觉是 如果你去例行它 和你光学它 懂得一点知识 效果是不一样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体会也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坐在这个讲台上 就向大家汇报的就是 我们是怎么例行弟子规的 弟子规在工人身上起作用 在农民身上起作用 在企业家身上起作用 在党员干部 在国家公务员身上 同样起作用 我在一个分局工作 我们分局开始学弟子规 已经在两年以前的事情了 那么学弟子规作为一种 我们日常管理 一种辅助方式 一种辅助的办法 大家都发一本弟子规 要求他们都背过 弟子规 圣人训 守孝 替刺减性 犯癌重子 就这样背的 大家背的很溜 对工作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什么效果 我说这个人家学着都有效 怎么咱学就没效了 就问大家 大家讲着有效啊 我们都会背了 可是在工作的各方面 没有促进作用 你没有促进作用 我说咱们学这个有什么用呢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后来我通过学习 诸事不行 反求诸己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得不圆满 反求诸己 问题在我身上 如果我不去例行他 我只是说一说 检查检查 做一个领导 督促督促人家 拿弟子规 做管理的手段 管理的方式 找毛病 找别人毛病 比如说弟子规上说了 父母呼应勿缓 那领导 领导就在外边就领导 就和父母一样啊 那么领导教你 你怎么磨蹭半天 怎么还不动啊 就用这个 用这种方式来 来学习弟子规 来使用弟子规 效果自然就不好 认识到这个以后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的时候 那么我自己 就检点自己 做的怎么样 其实啊 我们弟子规啊 我们传统文化 没有什么神秘的 它不像我们看着 那么简单 同时 同时也不像 有些人说的 那么神秘 那么复杂 最深的道理 是最简单的道理 最深的道理 是最明了的道理 大道至简 这个一点都没错 关键就是看你行不行 做不做 弟子规上说 范世人皆虚爱 天同父 地同在 那么天父 地在的那些个人 我们都应该去爱 表现在 表现在我们行动上来 作为我们税务工作 就有两 就有两项内容 一项内容呢 就是我们征收 我们税务局 就是收税的 我们征收的人 我们对 我们对对象呢 就是交税的人 一个收税的人 一个交税的人 我们反思自己的工作 有些时候 有我们的工作 出成绩的时候 出成绩的时候呢 都是收税的人 和交税的人 没有问题 出了成绩 当我们的工作 出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 不是出在收税人身上 就是出在交税人身上 那么如果解决了 人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 就会见效 用什么去解决它呢 用传统文化 用我们的弟子规 怎么去解决 我自己先辩 首先严格要求自己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不瞒大家说 学弟子规 我们学两年了 真正例行 才一年时间 我们耽误了一年 很后悔呀 我在一年前 我的体重是 一百一十公斤 二百二十斤 大家看着我很富太 富富太太的 其实肚子很大 那么现在呢 我八十公斤 体重是怎么降下来的 你说你降一个体重 和学弟子规 有关系吗 你降一个体重 和工作有关系吗 有关系 我们的工作 也不瞒大家说 我们的工作 有其特殊性 吃请啊 人家请你啊 你不去吃啊 也不行 请一次不吃 两次不吃 人家你把人都得罪完了 工作也没法开展 那就猛吃啊 吃饭不算 吃饭喝酒不犯错 那就吃 那么学了弟子规以后呢 从我做起 不能吃了 不能喝了 把酒戒掉 我喝酒很厉害 我的个子 北方人 个子也大 也有酒量 喝酒很厉害 把酒戒掉 说戒就得戒 酒戒掉以后 不参与宴庆 参与宴庆 也不喝酒 这样一个行动 就影响了我们 首先影响我们的干部 同时 也影响了 请你吃饭的那些纳税人 当然还有朋友也要请 朋友 不管是朋友 还是我们纳税人 因为有些时候 纳税人也是朋友 朋友也是纳税人 不好去分 酒不是不能喝 但是你如果没有 没有 地质规上说了 年方少 勿饮酒 饮酒罪 最为丑 年方少 我都老头子了 喝一点也无所谓 我们年龄大 得喝一点也无所谓 但是得控制一个度 他不是不让你喝酒 他是 他是那个丑子 他地质规我们读经典 也别老死在经典里头 他不让你喝酒是什么 不是不让你喝酒 他是让你注意这个度 关键是在那个丑子 喝酒出丑 想丑事 做丑事 这个很厉害 但是我没有那个自制力 喝起来就控制不住 不知道那个度怎么样 干脆就戒掉 戒掉酒以后 基本上就慢慢的慢慢的 就不参加宴请了 大概从三月份 从今天三月份到现在 我还有几个月 一次都没参加过宴请 谢谢 谢谢大家鼓励 时间太短 我还要坚持下去 我不参加宴请了 我不参加宴请 对同志们就有影响 还有 作为一个分局的局长 我们要处理很多 和纳税人相关的事情 在连结问题上 就必须提到日程上来 就必须去高度重视 那么能做到连结 才能带领大家 完成上级交给的工作 可是也坦白的说 执法机关 税务机关也好 其他机关也好 执法机关 很多不连结的现象 是因为他有一个 适合的土壤 我在我们那说 其实啊 很多很大程度上 都是我们纳税人 惯的 你不给他 你不给他 他怎么着 所以说呢 一方面就要做 纳税人的工作 另一方面 严格要求自己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尤其是过年 我们中国的传统 八月十五两个节 春节八月十五 这两个节 这两个节日过下来 这个人情嘛 我们这个风俗 是吧 人情 你脱不掉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我在三年前 我都注意了 因为做我们这项工作 如果在连结上出问题 你说话就不管用 你就没威信 你这个团队就没凝聚力 怎么办呢 学了 那当然光是注意 注意跑 那个我怎么注意啊 过八月十五我就跑了 我也不在 是吧 到春节 早早就躲了 躲开他 这也不是解决 我们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 要解决纳税人的问题 我变了 我就要想 我就想到解决纳税人的问题 我是怎么变的呀 学弟子规变的呀 我学了弟子规了 那么我再发生变化 那么我就想到 纳税人也要发生变化 那么纳税人也应该学弟子规 学学 我们都学弟子规 我们都知道 该怎么做了 弟子规吗 是我们行为的规范吗 我们都知道 该怎么去做了 这样我就想到 要和我们纳税人一起 来学习弟子规 学习传统文化 知道做人的道理 知道孝涕忠信 礼义廉耻 忍耐和平 知道我们做父亲 怎么去做父亲 知道君臣关系 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知道父子关系 夫妇关系 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 怎么相处 他是有标准的 这个第一天 我们大会老师都讲过了 有了这个心以后 怎么去联系纳税人 那么就得发动我们的干部 那么我要变 我们的干部得变 只有我变 我们干部才能变 我们干部就变了 我的变 我的变化就带动 就引导了 我们干部的变化 我们干部的发生变化以后 就引导了纳税人 可是我们在学习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 没有一个具体的形式 来把它展示出来 来把它组织起来 学习传统文化 促进管理工作 国家税收 能够得到 弟子规和传统文化的益处 帮助 这就会轮于一种形式 或者一种空化 得不到确实的效果 那么这样来 由我的改变 带动了我们干部的改变 由我们干部的改变 带动了我们纳税人的改变 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就叫和谐社区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工作程序 我们税务管理呢 和公安的那个户籍管理差不多 我们每一个管理员呢 他有一个责任区 公安叫辖区 都有一个责任区 责任区里头 他有热干户 我们现在一个责任区 就大致 有一百五的一百多户 是吧 就不相等 一百多户的不相等 不相等数 我们这个一个责任区里头 这一百多户呢 我们把这一百多户组织起来 那怎么去组织这一百多户 一个责任区是一个管理员在管的 我们把这一百多户呢 分成十户 十二十五户 十到十五户分成一组 我们把这一组呢 叫一个社区 在我们一个管理员的责任区里头 分成热干个社区 我们从这个社区里头呢 找志愿者 做我们的社区主任 我们把这个社区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干什么 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党 谢谢 谢谢 学习党和政府的税收政策 学习财务管理知识 那么这个活动呢 这个活动我们从年初开始做了 就做的就已经把它开展起来了 我们把我们管这个呢 就叫我们形态是乔东区地税局 税企和谐和谐社区 我想那个给一个大镜头 大家看了 这上面有一把钥匙 我们组织这个社区以后呢 完以后我们 我负责什么 我们的管理人员负责什么 我们的社区主任负责什么 我们社区的社员负责什么 我们组织了全国第一家 税企和谐学校 在全国我们是第一次挂牌子的 我们邀请咱们就是在这讲课的张瑞局长 去给我们接的牌 那么当时接牌的有市领导 有区领导 影响都特别好 我们并且我们开课 讲弟子规 讲传统文化 讲做人该怎么去做 做一个纳税 做一个公民该怎么去做 作为一个纳税人该怎么去做 简单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说了 税务局啊 在这个地方 这么个地方 我们听了好多老师的汇报 不易制裁 如果税务局 你的心坏了 你没有 传统文化的 熏陶 你没有一点这样的知识都没有 那造那恶业 那种那种子 那很厉害 如果是国税 那是一国之财啊 我们国家十六亿人 他欠了 如果你拿他一分钱 这一分钱 你要还十六亿人 我们地税也不得了啊 一个地区 也是不得了的 所以说作为税务人员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品行 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素质 没有良好的道德培养 你做一个税务人员 那出事出得很快 在我们身边不乏其人 我从80年从税 到现在也30年了 我身边看过很多领导 看过很多同事 看过很多同志们 为数不小 在这上面犯了大错误 那么怎么把这个东西 完完全全地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 从我们 你必须去懂得它 我们真的明白了 可是你要真明白 你就得真干 你就得真实行 真去实行它 你不实行它 你不会明白 我们组织了和谐社区活动以后 再给个镜头 我们就 我们就一系列 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这是我们税收社区主任的手册 这个就是我们管理员 我们管理员 我们管理员的手册 我们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活动 我们机关办了一本杂志 它叫清风税院 再给一个镜头 我们这本杂志 在整个我们省影响很大 我们这样的活动来我们在河北 这是咱们河北税务 河北税务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他的名字再给一个 再给一个 他的名字叫创新从和谐社区抓起 还有一个很好的报道 我们的工作开展以后 得到了我们省局高度的重视 我们省局一把手 我们省国会局长到星台调研的时候 专门听了我的汇报 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汇报 那么这次在北戴河开全省地税局长 工作会议的时候 又再三地关注了这件事情 就说我们这个活动 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 能够收到效果 关键就在发一个真心 在我们这些手册来 手册前面有一个提记 我把这个提记来念给大家听 和谐原本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它是我们生活的根本依托 它是我们生命的底蕴的旋律 我们不是在创造它 而是去发现它 亲近它 被它感染 受它带动 睡起和谐社区 是睡起相亲相爱的思想架构 是睡起互助共进的精神家园 走进它 从改变自我做起 和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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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和谐社区 和谐社区的人生 一切都会在我们传统文化中 得到答案 谢谢 当我们的社区主任 当我们社区的社员 也就是我们的纳税人 了解了 知道了 这样一个主旨 这样一个精神 他们踊跃地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们还成立了 我刚才说过了 我们成立睡校 睡起学校 我们在学校里就开课 大家税务局开会 大家如果有纳税人 大家都知道 税务局开会能干什么 要钱们 你税务局叫开会 通知很难通知 如果大家通知 咱们九点开个会吧 你通知来了 通知完以后 大概十点能开得了 也就不错了 并且还有很多人 很多人不来 在我们通知的时候 就很困难 人家说税务局开会 你开不了别的会 你开会就变着 反而就要个钱 是吧 就这样就算了 可是开完会以后 我们开了一次 开第一次的时候 奇怪 税务局这次不要钱 第二次的时候 就争着来 原来一个生意 是夫妻两口 两口的夫妻 这次丈夫来了 下次这妻子都跟他说 下次你不能去了 下次我去 我也得听听 我们在会上讲什么 就讲做人的标准 跟谁学的 跟大会老师学 说大会老师 说大会老师 第一天给我们说的内容 我们放那光铁给他们看 有一个 已经六十多 已经退休了 六十多的老会计 他说我从十七岁就做会计 我没听过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人 我更别说 我更不知道 我怎么做会计 做人是有标准的 做人是有规范的 做人还有这么多道道 以前 这快句说 以前告诉我 以前帮着去偷 能少交税那最好 我学了这个知道了 这可不得了 税不能偷 先贤先卓 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 有四个最根本的规律 我们一定要去接受它 一定要遵守它 这四个规律是什么 不放国主 不做国贼 不偷国税 不偷国税 在这四个里头是最重要 偷国税是什么结果 那么我们过去 老百姓都说 找完国课 心里最高兴 心里最高兴 如果你能够 把应该交的税款 给国家交了 一身轻松 好快活 好幸福 可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下轻松 因为我们心里不明白 就像我们大会老师讲的 油灯泡 你没擦亮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干了很多很多傻事情 那这样呢 凡是偷税的答案 肯定有税务人员 从中在里边有关系 那么这个偷税呢 不仅仅是交费的人 他犯罪 收费的人 也连带着 触犯了刑律 触犯了国法 当我们把公职开除了 蹲进大狱的时候 我见过我有一个同事 他是我们警察局长 他在狱里 我去看他 后悔啊 我们今天 我们这几天 看了很多后悔的东西 税务机关 我们这个工作 大家一提 这个工作很好 这个饭碗很好 还是为什么 一念之差 因为我们愚痴 因为我们不了解 因为我们不明白事实真相 在我们搞这个 税企和谐社区这个活动中 我们收到了 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税务机关 讲究四个率 最主要的 要衡量我们的工作好坏 讲究四个率 哪四个率啊 办证率 就说我做生意了 我一定要办一个税务登记证 办证率 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当你取得营业执照的 一个月之内 你就应该办理税务登记 可是现在很多拿了营业执照 他就不办证 办证率 一个是申报率 再一个就是入库率 再一个就是处罚率 我们搞了一个和谐社区活动以后 三个率上升 一个率下降 我们办证率提升 我们申报率提升 我们入库率提升 我们处罚率下降 谢谢大家 我们的社区主任 非常非常负责任 我记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 人民群众中 蕴藏着无穷的伟丽 其实在我们工作中 只要我们依靠群众 把道理讲给他 他给我们意想不到 他做的工作 比我们做的更细 想的更周全 我们在社区组织了很多 很多很多的社区活动 十几个人 十几户 大家凑在一起 帮助那些困难的业户 我们组织社区还有一个特点 相同行业的在一起 同行业的原来都是筹件 好我干这个 我做汽车配件 我们这 我们这十几户全部是汽车配件 这汽车配件咱就开始了 你十块钱卖这同样一种汽车配件 你十块钱卖 我九块 你九块我八块 我八块七块 最后两个人就打架 那么合约社区搞了以后 大家互通就多了 税企之间有沟通了 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有沟通了 那么我们税 我们税起和谐社区就是一个平台了 他们有共同语言了 这共同语言是什么呢 就是地子规 就是咱们传统文化 我们用这个来通话 有一次 我们有两个去找我去了 说这个你看你看 两个纳税人来找我 他说你看这个 这小子就不行 两个人就吵 我说咱们都学地子规 是吧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孝在中 咱们学了 咱们就得用啊 他们二话也不说 低着个头红了个脸 也就走了 他们回去以后呢 能带动大家 例行地子规 互相帮助 这样不但我们 税收的工作做好了 大家知道 我们一个管理员 要管一百多户 有大量的案头工作 有网络文书和纸质文书要做 要深入到纳税人当中 时间是非常紧的 由于我们搞了和谐社区 由于我们学了传统文化 我们一个管理员 就多了十个好帮手 他们主动地积极地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我们通知一个事情 原来要打十一个十五个电话 现在打一个电话 就可以了 这个社区主任就帮你把这些人联络好 并且社区主任 还主动地要求我们组织这些活动 前些日子我们周区 发生泥石流 社区主任就要求了 咱们既然有这么一个平台 是吧 咱们就应该对周区的灾民 做一点善事 咱们得就捐款吧 你们能不能组织啊 要哥以前 税务局怎么好组织捐款 组织纳税人捐款呢 可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平台 像这样的善事 我们就能做了 我们只是简单地通知了一下 告诉大家 我们周区遭灾了 那些个灾民 需要我们的帮助 需要我们 献出我们一片爱心 需要我们伸出我们援助之手 我们有一个仪式 谢谢大家 有心的 不管你多少 你都可以来参加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就想 这个能来多少人呢 可能来十个八个的 能捐多少钱呢 三千两千 也就这么想 但是就大家就积极主动的 去组织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社区来了 大家学传统文化 学弟子规 要献爱心 就把这个做平台 我们搞一个很隆重的仪式 我让哪怕三个人捐款 咱们把仪式 也要搞得隆重 也要搞得叫他像个样子 叫他庄严 结果出乎意料 原来记得 原来计划着 也就十几个的时候 我们来了七十多个人 原来打算 可能这样的捐款 我们的纳税人 都是一个月交一百多 二百都是小门小户啊 他们都是些下岗职工 都不是那些大企业家 我们认为 这样来也就 能到五千块钱 也就可以了 没有想到 当我们在点这善款的时候 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六元 当我们把这些钱 寄到河北省 中国红十字协会的时候 红十字协会那工作人员 打电话告诉我们 你们是第一个 我们是第一个 向州区捐款的社会捐助资金 这个音乐起来以后 就是通知我 时间就快到了 确确实实 在这里 我有很多很多话 想跟大家说 但是我就有一句话 不耽误大家时间 我就有一句话要告诉大家 传统文化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本 生命之源 今天 我们来到中州大地 我们来到这个伟大的城市 这个英雄的城市 郑州 我们在这样现代化的 会展中心 不要认为我们说了一个 很古老很古老的话题 它一点都不古老 真理永远都是万古长新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 我能起身于这样的一个团队 我能在这里 汇报给大家 我们是怎么学习传统文化的 我认为无上的光荣 感恩啊 感恩我们大会的组织者 感恩我们团队的领导 感恩在座的各位领导 各位长辈 各位听众 我们这个论坛 就像一粒种子 我们陈大会老师 这两天老讲种子问题 确确实实是一粒种子 这粒种子是什么样的种子呢 我在听 这两天我在听会的时候 我就想 它是一个真的种子 它是一颗善的种子 它是一颗美的种子 它是一颗智慧的种子 我们珍惜这次大会 我们把这粒种子深深的埋在我们最深最深的心底 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的心血去浇灌它 它肯定会结果 它会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它的果子是会是个什么样的果子呢 我用四个字来告诉大家 和谐和幸福 在我结束我汇报的时候 我把开始没说的话放到最后 因为惯例开始的时候 就跟大家鞠个躬 说个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 各位来宾 下午好 要说个这个 我没说 我时间 我想把这个放到最后 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 我们河南的 我们郑州的 各位父老乡亲 尤其是 如果有我们的同行 我们是做税务的同行 还有我们税务的同行 还有做我们国家公务员的 所有的公务员 所有的共产党员 国家干部 我们不能落后 工人起来了 农民起来了 我们企业家起来了 我们应该站在前列 因为我们是国家干部 代表这个国家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 我们代表 我们伟大光荣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不要对 不要对我说 我们做不到 不要对我说 我们做不好 我们一定会做到 我们一定会做好 谢谢大家 感谢杨局长的精彩分享 下面有请王双立总裁 做一点评 是的 我们也应该感恩 我们传统文化 汇报团 又多了一位好局长 不敢说是点评 因为我是一个搞企业的 杨局长是收税的 你说交税的改给收税的点评 这不差位了吗 谈三点心得 杨局长刚才在分享中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 我给谈三点心得 你说 他说 他说弟子规不是用来背的 是用来做的 他刚一学习弟子规前 他总要求别人一年的时间 白白度过了 他后悔了 所以他告诉咱们一个 学传统文化的心法 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大家看 当你反求诸己的时候 四个手指道是向外的 而你行有不得去指责别人的时候 四个手指道是指着自己的 所以这也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心法 咱们学习了传统文化 就是挑别人的毛病 越挑越多 你放心 那不叫学对了 那是学歪了 那样你不会变得幸福 不会变得和谐 只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那您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 第二点 刚才我们杨局长说了一句 说传统文化的了凡四季中有四句话 第一不犯国家 第一不犯国主 第二不漏国税 第三不犯国志 第四不做国贼 其中不漏国税是特别重要的一条 为什么呢 咱们都说祖国是我们的母亲 而你交税 而你交税是干什么 交税只是小效 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 最低的一个标准 你说你如果要 不是 你是偷什么的钱呢 你是偷全国十三亿人们的钱 你会得到什么那样呢 所以作为咱们 我相信在场有很多个体户和企业家们 咱们要牢牢记住杨局长这句话 不漏国税 不能忘记祖国我们伟大的母亲 最后谈最后一点心得 说为什么国家干部也要学习弟子规呢 粗浅的意思 说你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 不学习弟子规 不学习传统文化 连父母都不孝顺 你到国家去当工作人员 你能忠于国家吗 如果你这一个人 连自己的兄弟姐妹 你都搞不好关系 而你到单位去工作 你能搞好同事的关系吗 所以咱们大家有缘 现在学习传统文化 这是咱们的福分 咱们要从自己做起 行有不得反求诸籍 要从孝顺父母 友爱兄弟做起 那您幸福生活就开始了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王顺利总裁的精彩点评 孟子说呀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善天下 就是说我们假如有能力的时候 服务大众 我们一定要努力为大家服务 所以杨局长的分享 也为我们大家证明 人是教得好的 国家公务员也是教得好的 连节奉工是可以实现的 好 也让我们再次感谢杨局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